是奶洞源自于意大利的皮埃蒙地区 相传是由意大利北部的牧羊人 代代流传下来的这么一道甜品 非常非常的醇厚的口感 怎么来做呢 他们是将非常新鲜的奶油经过加温之后 然后在自然冷却 形成了固体凝固之后 搭配各种各样简单的调味料来施脂 后来发现这种吃法特别的棒 流传至今 我们对烘焙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说在制作这款意大利奶洞的同时 会加入一些吉利丁 增加这种非常非常好的凝固感 吃起来就像那种奶洞一样 吸一口就吸进去了 然后在嘴里嚼一嚼感受感受 冰镇过之后 这种醇香是无与伦比的 相信有很多人吃过各种各样的洞类食品 奶洞啊果洞啊豆腐洞啊等等等等 但是意大利的奶洞 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口味与口感的认知 正是因为它的正宗 所以说今天曹老师要亲自教您来制作这款意大利奶洞 制作意大利奶洞所需要的原料有 牛奶60克 淡奶油240克 香草夹一支 砂糖55克 鱼胶片4克 其中鱼胶片又称吉利丁片 是用动物的骨盒皮熬制而成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好 接下来咱们开始制作 一步一步来 对 第一步呢 要把这个 吉利丁片呢 要泡软 泡软 这个在家泡的话怎么泡 最好是用冰水 最好是用冰水 要用冷水来泡 冰一些 对 温度要低 对 其实呢 冷水呢 它溶解的时间呢 更慢一些 更慢一些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让它软化 但是不容易水 是吗 是这样的 主要是软化 而不是让它化开 溶到水里 放在冰水里面 放在这里边 OK 或者是直接放冰块 直接放冰块 也可以 降低温度 都可以 就这样 好 那这个放在一边 那边要泡多久 大概 五分钟吧 五分钟就可以了 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的 现在 我们加热牛奶和奶油 好 这个火要小 时间要 越长越好 不要太快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香草夹呢 需要时间 然后才能够 充分浸泡 出味道 充分浸泡 可以不放糖 是的 你不放糖 先不放糖 朋友们要记住 在这个环节当中 火要小 然后快速处理香草夹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处理香草夹 这个香草夹呢 我们先 它很软 很软 很软 先把它压一压 压一压 压扁 压扁 把它往直里拉一拉 掰一掰 对 然后拉 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呢 把这个籽呢 取出来 这个籽还是很多的 像这种香草夹呢 其实是 有一点点多 用刀的背面呢 可以把这个籽 关一下 看一下 黑的呢 是一粒的香草籽 是的 放到里面 加进去就可以 这个香草呢 要反复用 其实用完之后呢 可以泡茶水喝 或者说下一次 再用一次也是可以 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没问题的 那这样子 在这慢火来煮 需要煮多久啊 至少要五分钟吧 时间短 这个味道出不来 五分钟 但是又不能把它烧开 尤其是家庭制作和 工业生产制作不一样 家庭制作的量都太小 是小些 所以说我们把火调小 慢慢的熬 就是熬好之后呢 也可以再浸泡一段时间 我们把鱼胶片 加到这个热的 来我们看看这边 在冰水里边浸泡过的鱼胶片 已经软了 对已经软了啊 好 然后我们把它 把水沥干 沥干 我们看一下鱼胶片 进入这个液体当中 热液体当中变化 放进来 什么样的 放进来 哦迅速的就化掉了 这已经融化了 已经融化 哇真的是 非常好 好 接下来呢 过滤啊 要开始过滤了 接下来要过滤了 嗯 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模具啊 这个模具呢 有时尚的感觉 对 这种模具呢 可以做冰淇淋 慕斯 火冻 奶冻都可以 甚至可以烘烤 烘烤 对 当然这个模具呢 有 这个模具呢 一定要区分开 有些模具 适合做冰淇淋 是 它都有一个 说明 就是说 这种模具呢 是冰淇淋模具 嗯 这类的模具呢 尽量不要去烘烤 哦 但有些模具呢 是可以烘烤 像这个类型的 就是可以烘烤的 硅胶 对 耐热硅胶 对 但是烘烤的温度呢 厂家会给你一个要求 像这个产品呢 它的烘烤温度 是230度 哦 别超过230度就可以 对 不要超过230度 嗯 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模具是健康的啊 是健康的 OK了 对 现在这个 鱼胶已经完全融化到里边 哦 化开 融化糖放到里边 哦 加糖 哎 融到里边 融化到里边就可以 嗯 加入一点糖 增加一分 甜滋滋的感觉 嗯 这里边 我要特别说明一点 哦 如果说这个奶冻呢 我们想做 水果的啊 其他水果 假如说 草莓的啊 嗯 菠萝的 可以做吗 可以 这是很 很讲究 哦 就是说这个 这个奶油要热的时候 加进去呢 很快就分解了 嗯 所以说要把温度降到最低 啊 才让这个 才让这个奶油呢 和水果 接触 接触 这样的话呢 就不容易分解 哦 曹老师提示啊 如果在家里做这个 意大利奶冻的话 想要加入些水果呢 一定要等到 我们现在给大家调制的这个 奶汁啊 液体 完全的降温之后 才可以加入 在凝固之前 在凝固之前 对 好 哇 香草莓 嗯 啊 现在这个 还可以再 可以流出来 反复利用 在家中烘焙就可以 这个反复利用了 再利用一次是没有问题的 嗯 除了像模具 这个意大利的奶冻呢 它比较 嫩啊 应该说 比较软 所以说呢 做这些 高尺寸的 造型的话呢 它就有 下盘的可能 哦 今天做一个 啊 如果做这种高模具的话 要多加一点油胶片 这样的话造型方便 是的 如果你要是放到盘子上 很漂亮 很饱满 啊 立体 立体感强 那油胶片呢 一定要多加一点 要多加一些 让它硬 要使这种模具的话 相对就简单 因为这个矮一些嘛 对对 这种模具呢 在家庭制作上 比较方便应用 嗯 然后我们要进行 往模具当中来灌 这个灌的时候 要灌到一个 什么程度 这个灌满就可以了 因为不需要再加热了 哦 完全灌满 对 它凝固之后就可以 这就是出品的样子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成品了 嗯 这就成品了 但是说这个 最后吃的时候呢 这个味道还是单调一点 是 配一些 假如说草莓汁啊 富奔子汁 挤上一些 或者水果来吃呢 比较理想 是的 我要灌一个这个 再灌一个小 灌一个这个 这个高杯 我们看看效果啊 嗯 灌一个高杯 哎 我们看一看 它的造型程度啊 它的硬度 嗯 嗯 正合适 好 那现在呢 嗯 这个奶冻呢 需要冷却 冷却多久啊 嗯 最好是隔夜 哦 隔夜 第二天来吃 慢慢慢慢冷 冷却就可以了 嗯 放到保鲜冰柜里 啊 冰箱的保鲜层当中 就冷却 隔天来吃 那我们现在去冷却一下 待会冷却好了之后 看看再来怎么处理 我们的意大利奶冻 已经冻住了啊 嗯 硬度非常的够 现在已经成型了 嗯 这是我们想要的 那接下来 操拾工具 演示一下 怎么把它拖出来 我们怎么样来装饰 这个模具 脱模非常方便 嗯 把它冷冻之后呢 其实 就这么一翻就出来了 扣出来了 对 现在呢 我装饰几个 嗯 哇 看这样啊 就非常想 扣一个出来 塞到嘴里去啊 特别有这个感 好 有四个就可以了 四个就可以了啊 装饰这四个 对 这边 我们要把它装扮一下 我做一个简单的装饰 在家里的时候 有时候也可以 有时候也可以把这种装扮 做了精细一点啊 对 好的 起一点点奶油 起点小奶油 装扮一下 然后我再加一点小小的绿色 来 嗯 那曹老师 现在这个样子 就算是完成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嗯 因为一片白啊 我再稍微的修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啊 加点巧克力可可粉 对 加点可可粉 嗯 这个可可粉 就一点点 一定要小心啊 嗯 很朦胜啊 是 非常漂亮 哎 嗯 非常有层次感 这个就是今天 曹老师就给大家来做的意大利奶冻了 非常的成功 刚刚还有一款是这个稍微高一些的这个模具 这种啊 拖出来了 拖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啊 好吧 这个 比较好造型 是的 比较好的 现在我使这个杯子 嗯 嗯 加上一点水果 因为这款甜品的没有颜色 嗯 没有色泽 是 加上一点色泽 一来无瑕 对 哎 垫一下底 嗯 垫一下底 把它放上之后呢 我 四周呢 再放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 要稳住它啊 把它放到里边 好好的得啊 好好的 这个 好好的 有点难度 是 哎呦 是 哇 非常的软嫩 非常的软嫩 很好 这个时候 赶紧的 我们再加点水果 好 嗯 要一点点奶油 然后 加一点点巧克力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 就是曹老师 今天叫给大家来 亲自制作的 意大利奶冻了 怎么样 有没有非常的符合你的心意呢 天星在家里 按照我们今天教给您的套路来 你一定会制作出这种清凉可口 软嫩细滑 非常浓厚甜味的 意大利奶冻来 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烘焙知识 以及常识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 我们给出的联系方式 联系到我们 我们这里不仅仅提供任何的信息 而且还有烘焙的食谱 让您好好的大展身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